俗话说 一先是即灭亡 必一先是即疯狂 随着权力到达巅峰 杨县的生命也开始进入了倒计时 而毫不知情的他 竟然还想借着四十岁生日 来个双喜临门大白宴席 看着他得意忘形的样子 胡为有恨得牙痒痒 李善长却呵呵一笑 还是去吧 这或许是人家最后一个生事 胡为有听完会心一笑 于是帅一众同僚 乐呵呵地前去拜寿 一向不喜欢他的太子珠彪 也在相国李善长的陪同下 特意来到府上拜寿 还给他带来一件大礼 这是父皇的亲笔一词 让我作为寿礼送给你 杨县心里更加得意了 不多时便喝得柔痴如醉 便有用心的胡为有 趁机指着那条身子熟了 头还活着的黄河大礼 毕业